超饭手的秘密 最新的影片都在好房网 所以请所有的好朋友们 到YouTube订阅好房网 同时一定要记得打开小铃铛喔 风向星座的话 如果你是双子座 天秤座以及我们的水瓶 你都是属于这个风向星座的 那风向星座今年2020年 是走在这个心灵提升 心不累 不是心不累是很累 我是鼓励你说心不累 因为对风向星座来讲 全部都在你的这个心灵黑海 我们所有的群星都守护着 你的这个需要修行 这一组叫修行组的 上一组是财运组 所以这一组是忧郁组吗 也可以这么说了 因为有好多的压力 比如说生活现实 像我们讲到这个双子 双子的话 从去年开始天王星就震荡在他的业力宫 第十二宫 那这个业力就是身心灵 就是暗黑板 就是很多的这种 比较深层的一些议题 或我不想面对的 甚至是小人 都在这边作祟 所以呢 双子开始变得很低调 你看他外表风光华丽 可是其实他心里有非常多的故事跟忧郁 所以对双子来讲呢 他有很多要整理的地方 但是今年呢 双子的财运是比去年更好了 更胜一筹了 今年我们的双子 那他在烦恼什么呢 他在烦恼什么就是他赚得不够多 赚太慢 这样也好烦恼啊 对 譬如说 有些人还没得赚啊 真的 像我身边好多双子座的朋友 不管说他投资一个产业 他投资非常多年 他自己呢 其实旁边身边的亲友都非常担心 会觉得说 你要不要就回家乡 或者回到你的本位 本业 然后可能会比较稳定啊 收入稳定 生活稳定 赶快就结婚了 阿嬷帮你准备好一笔钱了 如何如何 可是这对双子来说 不 这不是我的理想 这不是我要的事业 不是我要的未来 而且我都已经拼到这里了 我怎么可以喊停呢 我一定要继续的活斗下去 那当然 今年对双子来说 如果你是属于坚持的 这一个族群呢 你今年真的很有机会 赚大钱 所以双子座就是 only有就对了 跟其 跟其 但是呢 也要注意要 凡是往好处想 乐观 不要往坏处钻牛角尖 是 再来的话 第二个是我们的天秤座 天秤座 天秤座的话 今年走的就是跟家庭运有关系了 所以你会整个2020年呢 不管你是你的这个幸运点 或者是你的困扰点都一样 我们说2020年就是一个起伏震荡比较大的年代 所以天秤要处理很多 比如说家族的问题 房子的问题 你可能想要买屋或卖屋 或者是老家族产 有一些什么样的状况 天秤都要大量的去处理 或者第四宫也代表着 这个家庭宫也代表着父亲 哇 所以很多的这个天秤座的朋友 不管太阳或上升 都在处理父亲的状况 比如说可能父亲遗留下来的一些问题 需要子女去承接的 或者父亲的健康 健康开始有一些状况了 生病了 那这个长胸变成如父了 变成父亲了 没错长胸如父了 需要呢挺起来 然后来照顾整个家族一家大小 所以天秤其实心理压力 家庭压力是不小的 是辛苦在这一边 但是房产运非常好 所以今年买什么赚什么 卖什么也赚什么 这个投资房地产 投资房地产是非常适合的 好 那最后一个是我们的这个水瓶座 很多人听到水瓶座都会以为说 爱丽丝老师 那个水瓶座是不是水象星座 它不是 它是风象星座 因为它只是有个水字 水瓶呢 今年呢 走在一个木星在你的十二宫 那我们刚讲到十二宫就是 很容易遇小人 所以就是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 譬如说 签好的合约 哎呦 怎么突然就会杀出成要机 对 陈小青很爱来欧白咖这样子哦 或者是呢 我那个客户都已经下单了 我都准备要出货的时候 突然跟你说不要了 或者是呢 你的这个已经都确定好了 这恰单了 已经差不多八九不离十 就插那个白纸黑制了 签这个合约就沉了沉了 哎 突然就是被抢走了 所以经常插里门一角 对插里门一角 这煮熟的鸭子也会非要注意 非常讨厌的 所以煮熟的鸭子要吃赶快吃 赶快吃不要等他脸 不要怕胖 隔夜可能飞了 隔夜就飞了 所以比较容易遇到这个小人 这个拦截的问题 但是呢 水瓶啊 再熬一下下 我们2020 12月就换你起家 我们风水轮流转 就要转到你们家了 所以大家呢 再加油 等到2020 12月 你会不会 阿丽丝老师这样听起来蛮悲伤的 不会不会 酝酿一下 因为我们总是要做好准备 这样 反正啊 风水轮流转 风水轮流转 每一个人都会有好运的时候 也有比较低潮的时候 没错 来 开运色是什么呢 来 开运色系的话呢 我们可以参考一下 像我们的黑色 黑色 对 或者是北欧 就在屋子里还叫他穿黑色 因为 今年这个心灵提升 其实就是属水的颜色 不过今年2020年金属年 就是庚子年 庚子年适合的颜色 就是属金跟属水 那这个属水就是黑色 深蓝色 深灰色 这一些都非常适合 风向星座的朋友 好 那像北欧灰 我们好喜欢北欧风格的 这个家里的装潢布置 对不对 哇 那种感觉会让风向星座 觉得好舒服 回家很安心 那个忧虑跟那种焦虑的感觉 就会降下不下 就他需要沉淀 他需要沉淀 沉浸的这种感觉 好 那再来是银色系列 或者是莫兰迪 莫兰迪就这种宫廷风 那大家都说莫兰迪 莫兰迪 那到底什么颜色 可以参考一下 我们这个色围 莫兰迪就是 他们都是莫兰迪 其实 简单来讲 就是你把所有的颜色 加一点灰色就对了 对 红色加一点灰 橘色加一点灰 有一点灰 有点带灰的颜色 就是莫兰迪 所以其实这些颜色 不会造成风向星座的忧郁 反而会让你沉浸 对 好 我们来看一下那开运法 应该透过什么样的方法 让自己运势比较好呢 我们风向星座 今年最适合静坐冥想了 那这个不一定要有宗教的 迷思的问题 就是你有你自己呢 静心的方式 你多去深呼吸啊 或者是用一些 自我疗愈的方法 或者是多观想多冥想 让自己的心沉淀 其实反而会为你带来 就是那种充电的感觉 然后会带来好运 这一粒类瑜伽也不错啊 非常适合耶 这个瑜伽很 而且瑜伽其实分好多种类 也有什么什么 印度瑜伽 心灵瑜伽 还有双人瑜伽 很多种类都可以去尝试看看 那再来的话 还愿的部分就是 如果你这几年 或者是之前真的有许愿过 财神爷啊 那我的两个单啊 如果成了我就几成啊 然后来奉献 你一定要还愿 千万别忘了 对不能随便下承诺 阿伯会来跟你吹 阿伯会来吹 OK 那再来的话 我们讲说 今年这个磁场 稍微比较混乱一点 所以呢 非常适合走一些比较进化 进化的这种香气 精油或香氛 它就是比较属于 那个草质味道的 像树尾草那一类的 或爱草那一系列的 这样子的能量 都非常的适合你 那比较忌讳的就是 千万不要再厌世 不能再负能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